2024年3月 我内汽车销量169万辆 以A级B级为主 两者占据近80%的市场份额 在这个新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代 属世有些眼花缭乱 但买车永远无法落开的两大需求 就是性能和空间 性能众口难调 每个人对齐的定义都不一样 而空间的大小是可以通过数字量化的 但大小不等于长周距也不等于大空间 你也不知道买到的究竟是不是奶茶盲格 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车内空间的大小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扒光一切看本质 目前的车身结构有两种 非承载式车身和承载式车身 前者就像脊椎动物 由骨架承载负重前行 主要出现在硬拍越野车上 后者就像外骨骼动物 它是车身负重前行 也是目前的主流 为了更好地保护乘客安全 家用车通常都有 位于驾驶员左前方和右前方的A柱 位于驾驶员侧后方 固定安全带的B柱 以及位于车的后排座椅 左右两侧的C柱 如果是旅行轿车 MPV或者SUV 这还会有一个D柱 它们除了影响整车的安全 还控制着整体布置 通常来说A柱往前 为动力总乘舱 放电机或者内栏机 A柱是C柱为客舱 也就是咱们坐的地方 C柱之后为行李舱 如果是5座以上车型 C柱是D柱 就是第三排加行李舱 但不管怎么说 它们三者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通过这张图我们就不难看出 一台车实际的纵向乘坐空间 只有A柱到C柱之间的部分 你就算是把油门踏板踩断 也没办法把脚升级重力总成舱里 同理后排乘客 你也没法躺进行李舱 对于有发动机的车型来说 最影响车内空间大小的 就是发动机的位置和驱动形式 目前主要有5种 家用车一般是以前置发动机为主 又分为横置和重置 单从车内空间的角度来说 横置是优于重置的 原因也非常简单 发动机是长方形的 横置摆肯定占用纵向空间最少的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前之后驱V8发动机的 AMG GT Black Series 都得坐后排开车了 但A柱到C柱之间的距离 也仅仅是纵向空间 也就是你的腿身多直 宽度同样也是影响 车内空间的重要因素 比如2023款的福特领类 在目前中国市场在售的 同级别车型中 是最宽的车型之一 甚至超越了指导价 26.88万起的丰田汉兰达 1935毫米的车身宽度 让福特领类在外观上更大气 外部气场更强的同时 一位乘客带去了 非常寻常的舒适性乘坐体验 实际的车内空间宽度 应该看轮距这个参数 车身宽度指的是 左右后视性最边缘位置的尖距 咱们也没法坐车外面对吧 所以相对而言 轮距更具有代表性 其实的轮距有前轮距和后轮距之分 通常不会差太多 而福特领类就凭借优秀的车身宽度 将前排肩部空间达到了1494毫米 后排肩部空间达到了1484毫米 另外福特领类还根据中国消费者体型 对座椅进行了诸如反复调整H点位置等优化 后排中通道只剩达到了295毫米 后排西部空间多达117毫米 加上纯屏的中央地台 坐在后排空间的乘客 也能享受到出色的舒适性 所谓H点全称Hip Point 也就是跨点 在汽车人机工程学上 人体模型是个很直观的数据化模型 其中跨点就是最关键点 它是人体模型寻找各种坐姿的基准点 最后就是车身高度 车身的造型设计 也会对车内空间有一定的影响 当下流行的溜背设计 理论上就会压缩后排头部空间 另外新能源车型 因为底板下需要放电磁包 所以也会清在部分车内空间 总而言之 车内空间大小并不是单看车身参数 以及轴距长软的数据 而是和诸多因素相关 所以想要知道自己心仪的车辆 车内空间是否满足自己的标准 还是得自己去亲身体验一番最清楚 我们今天也是拿到一台福特领类的试驾车 先说说这台车给我的第一印象 外观看上去非常的年轻运动 车头这一块也显得很大气 车长4630毫米 轴距2726毫米 在知道参数的情况下 看到这个实车还是要显得更大一些的 看完外观我们来到了车内 可以看到这整个内饰 都是花了非常多的小心思的 整体采用了非常多的软性材料 相比硬质材料 手感上要好到不少 还有这个门把手 以及这个纹理饰板 都是非常不错的 中间储物格的设计非常巧妙 手机的储物这块做了六个凸起 防止手机侧滑 挡位旁边这块打开就是一个杯架 放个水壶啥的都非常方便 后面的扶手箱这里 做了一个可滑动式的储物格 你就算不打开这个扶手箱 只滑动这个储物格 也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面积和深度都非常可观 底下的镂空也可以是个储物格 今天天气也非常不错 很适合出门骑机车 我们三骑兄弟 多一个轮子的 少一个轮子的都玩 今天我们就不去西湖了 西湖毕竟真的是人挤人 而且也非常容易堵车 如果是由外地的小伙伴来杭州西湖玩 我的建议是直接把车就停在西湖外边 老少一个更暖单车 骑自己骑进去 后排这里因为要放自行车 所以我们就放倒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只放到两个座位 放下一张自行车也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后备箱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的大 来到实际后排的乘坐空间 可以看到我身高1米75 我头顶有个一拳多的一个空间 腿部也有两拳多的一个富余 整体还是很大的 那么从体感上来说 后排的乘坐比前排是要舒服一点的 这里也和喜欢4加2的骑友们说一下 车尾外挂自行车架 以及车顶挂载自行车都是不合法的 那前者遮挡车排 后者因为小汽车车顶的要求是不得超过0.5米 敌地高度不得超过4米 自行车立起来肯定是超了的 要么跟我一样塞着车尾 要么横着放在车顶 杭州除了西湖 其实风景好适合骑行的地方还蛮多的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来转堂这边休闲骑 车流量相对西湖也少了不少 风景也没有差太多 我们公司在拱树 骑过来就太远了 一般会开车过来 差不多骑两个小时 接着就开车回去不至于太累 也能显得到休闲骑的乐趣 可以从天目山路到流夏 再到流四路 这条路到转堂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要是骑行大脑也可以骑一下 最后我们再聊聊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这台车本身也是一个偏家用SUV的定位 1.5T加7速失事双离合的组合 最大功率170马力 最大扭矩的260牛米 对于台1.6吨的车来说 我觉得是OK的 这台车在起步的时候不仅不慢 但其实像我这种运动玩 或者工作一天下班回家路上 这种慢悠悠的开车 还是蛮轻松的一件事 换长的平顺性也还行 不过是牺牲了一部分运动性能的 但也合理 毕竟是一台家用车 一切以舒适为主 平顺为主 包括转向也是 整体的响应是偏向柔和的 但是你要紧急变道 它的反馈也是非常及时的 现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自助品牌开始倒逼 合资品牌开始卷性价比了 福特领略在空间上算是一个月级的存在 1935毫米的车宽 加上车内各种储物空间的设计 可以看出福特领略在这种方面 小细节都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福特领略这款车的话 那就是宽式先锋大五座SUV 当然在这个演化量的配置 层出不穷的今天 我建议大家在买车前 还是要亲自试驾一番 而不是无脑充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也是三兄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这一台均价超过五十万的车 基本是一台就卖出五个亿的销售额 光是M9就至少给赛利斯带来了两百亿十亿的收入 不造车的华为用连续五年累计数百亿的资金研发投入 直接干到智能车行业的绝对龙头 截至2022年底 华为车BU累计研发投入213亿 2023年又投入了200亿 要知道哪怕是去年狂卖300年二丸台车的比亚迪 2023年研发投入差不多也是这个量子 更别提其他吃得起了 后发制人的华为 研发投入却早已超过大部分造车新势力 况且比亚迪的工程师队伍高达9万人 而华为车部门的研发人员却仅有机钱 论人才密度 华为是妥妥的 华为车BU分为五大产品线 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智能车控 智能云 和智能车载光 其中智能驾驶产品线是核心 人数高达5000人 研发结果便是问题上那套ADS智能驾驶系统 MDC制驾计算平台和各种传感器雷达 依托这些黑科技 华为实现了不依托高精度地图 全国各地都能用的辅助驾驶 在国内自动驾驶领域 如果说T0级别选手仅有一位 那就是现在的华为 不仅如此 华为还是下一盘大气 除去已有的智界问界外 华为还与北汽合作 打造响界 并价3到40万 正面硬钢奥迪A6L 宝马5系等BBA主力车型 与江淮联名打造车型暂定名奥界 再沿三款车型分别横跨轿车 SUV MPV三大品类 其中MPV车型售价极有可能过百万 最终做到20到100家为断 从主流到豪华车型的全覆盖 大家认为 在智能驾驶 只能坐舱驾驾的华为 可以支撑其百万售价吗 问界M5 M7 M9 分别适合哪类人群 不同配置应该如何选择 长安汽车兼阿维塔董事 出华容公开弟子自选模式 称骇模式才是最优解 上期董事也称跟华为合作会失去灵魂 为什么很多车型因缘牺牲销量 也不跟华为打造自选车呢 目前问界车型里 分为M5 M7 M9三大系列 M5定位中型SUV 是赛利斯与华为打造的首款车型 M7有老款和新款之分 正是老款M7的上市 让理想万提前结束了生命周期 而新M7换单后便开启销量暴涨 上市仅4个月 大进数间超过13万辆 问界M9可以誉为M7 Pro Max加强版 搭载了完肯体的华为黑科技 M9的车长比M7要长很多 因为大型SUV车长超5米 但却通过增加前轮转轿度数 实现了5.8米的最小转弯半径 几乎跟Model 3直评 新M7相比理想L7 M9相比L9 都有更强的竞争力 或者说问界就是瞄准理想法的 M7最低价格下探到24.98万 整体比L7低了5-7万 车长尺寸数据 两款车都差不多 但理想轴距为3005毫米 问界为2820毫米 这样看理想更胜一筹 但论实际空间表现 是问界更好的 问界的得防率 行李箱容积都在理想L7之上 L7只有5座设计 而问界则则有6座可选 内饰配置方面 理想L7有黄后座 而问界无 理想带空气悬挂和感应后备箱 方向盘加热而问界无 两款车的续航里程相差不大 问界的NEDC综合续航 要比理想多100公里 智能辅助驾驶方面 理想L7最高也就L2级别水准 而问界M7这次迭代主打就是 ADS2.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 所以不依赖高精地图 实现高速和程序的智能辅助驾驶 问界最低28.98万的 MAX后驱自驾班 已经有激光雷达 而理想则需要37.98万的 MAX车型还有雷达搭载 更何来看M7都要比L7更值得选择 那么问界M9跟理想L9应该怎么选呢 在M9上市前 理想L9几乎碾压了 其他所有豪华品牌的市占率 在细分市场的份额 长期保值在50%以上 而这次M9也是直接对标理想L9 而M9顶配的价格 比L9顶配还要贵十几万 在车身尺寸方面 M9的数据优于L9 M9的三排座椅 都能达到一米的座舱空间 空间表现更好 M9跟理想一样 同样是冰箱踩电大沙发巨全 不过在具体同价位车型的配置对比上 理想L9是更占优的 比如问界分为MAX和Ultra版本 MAX是不带零重翼座椅和激光投影系统的 但这个投影仪的体验 相比L9的C顶屏确实差点意思 我自己用下来从侧面看 都能看见像素点 如果只看账面数据和近代体验 两车的体验和差距并不大 但问界会有更好的智能化体验 理想L9可分为Pro版与MAX版 两者差异主要在质驾上 理想L9 Pro版的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J5 总算力18T OPS L9 Max为两颗Umitra Oryx芯片 总算力508T OPS L9 Pro可以实现高速NOA辅助驾驶 而MAX可以实现全场景的NOA辅助驾驶 哪怕是L9 Max的质驾水平 也被M9力压一头 毕竟华为已经在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城市NCA 除此之外 问界还有道路育苗系统 可以每秒对路面扫描30次 实时调整底盘悬挂 实现磨坦效果乘坐体验是很好的 不过如果是坐在第三排用户 还是会感受到有些颠簸 整车虽然有主动隔音 前面的车窗也是双层玻璃 但后背相冲却是单层玻璃 今时时能听到外面的风噪台噪 问界M9里 Ultra要比MAX贵4万块 纯电比增程贵6万块 这样就有了四个版本车型可选 Ultra相比增程版增加了电动门 投影仪 二排右侧零重一座椅 如果是MAX车型增程版选配 标配的是42柱电池包 可花2万元选配52柱电池包 这个性价比不高 没必要 MAX选配零重一座椅 需要额外花费2万块 选配激光投影系统也要2万块 因此相对而言 MAX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据门店销售所说 80%的用户都是买增程版本 这个用户里会有7人选择Ultra版 目前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有三大模式 零部件模式 亥模式 和鸿蒙自行模式 零部件模式及整车OEM 为车企提供需要的软硬件零部件 华为在这块是个老兵 13年就开始做车载通信模块 后面又给奔驰宝马供货 比亚迪吉利上汽等 都是华为的客户 派博士由车企负责开发和制造 而华为提供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等 如长安华为宁乐时代 携手打造的阿维塔 论传统造车 肯定是长安更内行 华为只需要负责智能化就好 二者强强联手 这也让长安突破了 10到20万的低价区间 在35到40万高端市场 站稳脚跟 鸿蒙制型模式 及车体彻底沦为华为的形状 出去生产制造外 车体就可以躺停了 其他所有的环节 都由华为一手来操办 不仅参与设计营销 甚至还将车摆进手机店开卖 手机APP打开 华为商城就能直接订购了 但鸿蒙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在华为内部造车派 和不造车派的多次斗争 反复横跳中探索出来的 华为车BU部门 即原于2019年任正非签发 关于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通知 隶属于ICT管理委员会 任正非强调 华为不造车只聚焦ICT技术 像AI车联网云计算 都能归纳到ICT范畴 传统汽车就是三大件 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但这些并不是华为擅长造的 就连造车几十年的吉利比亚迪 也搞不过外国人 因此华为只做电车时代的增量零部件 比如智能座舱 自动驾驶 汽车大模型等 以实现弯导超车 难道华为当初就不想直接下场造车吗 至少于成东肯定是想的 用他的话说 华为走零部件模式 每年有100多亿研发投入 都不能直接变现 因为车企不买账 如果是华为自己造车 这些技术都有了落体空间 可任老担心的是 如果华为自己下场 会被欧洲车企受威胁 华为在欧洲的运营商业务 也会受到打压和制裁 因此只该以供应商的身份进军 2020年 任正非继续强调 华为绝部造车 却进一步增强车部门的话语权 将车BU部门 从ICT管委会 移至消费者业务管委会下 2021年 政治取消消费者管委会 让车BU与终端逼拒 数字能源 华为云计算 排思一起 列为华为内部五大一级部门 华为内部的组织架构 更扁平化 汽车业务的重要性 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包括让余承东亲自作证 同是单类中端BG部门 CEO与车BU的总事长 任老名面上说不造车 但华为对汽车业务的重视程度 或许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深 华为汽车业务发展如此迅猛 并不是一个部门的功劳 华为其他四大一级部门 都能用不同的方式 为车BU不能 如中端BG 在车机上搭载鸿蒙系统 论智能车机 还是小米魅俗 这样的手机场正在 毕竟有丰富的软件协同 和OTN体验 鸿蒙系统有一个优势 就是当开发者把手机APP写完 开发平台会有一个自动的编译器 自动编写适配车机 手表IoT设备的版本 当手机APP更新时 车机版面也能同步上限 大大降低了开发成本 和丰富了应用生态 华为云计算则可以从三个方面赋能 一是生产环节 帮助车企造好车 比如造车生产线的 数字化转型和管理 2019年 华为云就已经和长城汽车合作 一系也是华为的客户 并在华为开发流程优化下 将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6个月 整体开发效率提高40% 因此华为今天做自选车的 开发流程和经验 都是那时攒下来的 先服务外部客户 给自己练好了手 二是数字化营销方面 帮车企卖好车 但是让消费者用好车 提供车联网 地图导航等支持 海思全程是华为 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计公司 主要产品有AI芯片 深腾 手机SOC芯片 麒麟系列等 为车比U提供 汽车芯片方面的支持 华为在数字能源领域 属于隐藏大佬 光芙逆变气领域 华为已经多年做到全球第一 两年前还拿下了 至今为止 全球的最大层的项目 在汽车车机 电池热管理方面 提供技术 支持都只是一方面 但很多人不知道 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是今年1月4日 华为的数字能源公司 与赛利斯签下全面合作协议 将在全国340个城市里 部署4500多个高速充电站 超过70万根公共充电桩 其中有10万根 还是600千瓦 全夜冷超级快充 要知道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 这么多年 也只有4万根超级充电桩 华为这样庞大的下注 很明显将来会牵头 打造一个充电联盟伙伴 让其他品牌电车 也能共用充电桩 加速电车时代的到来 一旦完成这一步 华为将形成 车加桩加光加土加核加质 的六维一体 新能源产业链生态闭环 上流华为光伏 源源不断生产清洁能源 中流华为储能产品 存储能源 下流依托各种车型和充电桩 提供高效的绿色初心服务 包括华为还有自己的 数字能源管理平台 通过虚拟电厂 提供对电网的削风填骨 增强电网稳定性 以及通过AI自动调度 磁线低碳前能运转 可以说华为在布局一整盘大旗 并且全面对标特斯拉的生态模式 感兴趣观众可以暂停观摩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亥模式和自选模式 究竟谁优谁裂呢 台湾董事长朱华荣表示 亥模式是最优解 因为双方都能明确分工优势互补 上期广企都明确表示 拒绝跟华为深度自选车合作 对于有实力的大型车企而言 这样会丧失灵魂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 最核心的莫过于自动驾驶 智能座舱 智能网链 如果这些都由华为一手把控 车企只负责整条制造和组装 这种相对技术含量不高的活 就会逐渐丧失话语圈和竞争力 但站在华为的视角 于成东就很不服气 说你又搞不定智能化 明明什么都没有 还要瞎折腾 而且亥模式需要按照订单规模 跟车企分成 要是车型卖不好 成不了爆款 华为想要回本兜奶 比如阿维塔2023年目标10万台 但最后仅完成目标的27% 自选模式 华为可以一手掌控所有细节 借助品牌力和渠道快速变现 而且如果自选车卖的好 华为同时也可以挣到两笔钱 一笔是自己卖车的经销商分润 一笔是车BO出售更多零物件 拿到更多订单 华为是一家非常在乎业务引力能力的企业 任正非的一部内部声明表示 公司业务里华为只关心收入和利润 而在华为内部 唯一亏损的业务单元只有车BO 每年都要投入超过100亿 但去年上半年的营收也才仅有10亿 要知道 华为整个集团上半年总营收为3109亿 整个车BO营收仅占0.3% 下半年分解的大卖 虽然华为看见了曙光 但压力也很大 于成东算过一笔账 这需要华为至少帮车企实现100万台的销量 可华为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 还需持续加码 目前车BO70%的研发投入 跟自动驾驶有关 而2024年 车企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和竞争 这会越发激烈 L3逐渐开放试点 各大车企都在城市NOA半快发力 经过多年市场教育 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将自驾水平 作为核心购买因素 小鹏销售表示 现在50%的人买车 都会主动选配自驾功能 哪怕平时不用 但不能没有 车企在自动驾驶上投入的研发 注定是一场矿日持久的拉锯战 因此华为便有了将自己车BO 由核心技术和资源剥离 引入外部资金共谈成本 独立运营的打算 新公司暂定名NuKu 向塞迪斯江淮一气 以及巨船跟奔驰奥迪都有发出邀约 长安已经回应华为 并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 这种方式还有一个深层次好处 就是将来大家要是合作做自选车 合作车企既是客户 也是股东 执行起来就会更放心一些 这家新组建的合资公司 没有可能会成为华为车企联盟的中台 去年开年以东风为首车企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价格战 而问界M7的换代 则将掀起新一轮的价值战 其新能源的下半场将着重比拼智能化 经过多年市场教育 消费者已经将智能化水平 作为购买的核心决策考量 而48伏技术则是汽车 迈向高阶智能化最重要的一环 所谓48伏 是指车内设备供电 和电池的输出电压 相比传统12伏 48伏能满足汽车更高工具的用电需求 并且让更复杂的车载交互 自动驾驶 高阶AI计算成为可能 换句话说 此时汽车已经不是传统的机械概念了 正像一台计算机 一个机器人 让大模型更好上车 目前理想自己的大模型系统已经上车 可以正式使用 我自己也体验了很久 发现AI大模型与汽车的结合 将可能彻底监步我们对车的期望和体验 如果今天想开车去市中心 我可以让AI推荐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西餐厅 规划最佳路线甚至向餐厅预约位置 这个过程省去了打开大众点评 挑选餐厅路线规划的过程 大模型还有一点在于 可以帮助用户跳出L2到L3的恐怖鼓 L1 L2大部分驾驶行为依然是车主亲自操作 但到L3级别 很多驾驶操作都从人转移到了车身上 这个过程需要车主高频的接管 让人很不适应 使用过程中 你会不断担心 自驾是否真的安全 以及目前自驾系统正在做什么 但等自驾进化到L4 L5时 不需要经常人为操作了 反而会更放心一些 大模型可以像人类一样理解外部世界 实现通人性 在使用L3时 它能帮我们理解自动驾驶的思考和决策 以及需要接管时提前提醒 这样车主们才敢用L3 很多车型内部已经启动相关研发了 而华为本身也有很深的大模型技术积累 国内一半的大模型也是基于 华为升腾NA架构孵化 加之与手机LT设备的联动 华为大模型上车 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浮造车的华为 却能掀起一张中国电车新时代的革命 这背后是无数华为人的心情研发和努力 在美国的极限封锁下 华为依然攻克技术难关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 华为毫无征兆地突然发布 自言芯片且支持卫星通话的Mate60发售 新州已过万城山 为中国制造在全世界赢得了尊重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华为汽车故事 可以积极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三区兄弟 我们下期再见